说完好吃的 我们再来说个养眼的 4月20号经过济南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审议 决定增选玫瑰为济南市市花 这意味着济南市拥有了双市花 荷花和玫瑰 今天上午花开泉涌 美好济南第三届玫瑰产品博览会 在全城广场盛大开幕 一起来看看 借助玫瑰增选为济南市市花的东风 今年的玫瑰产品博览会 首次在济南市市中心全城广场举办 新进济南市市花平衣玫瑰 首次以市花的身份登场 那么今年玫瑰产品博览会 大家刚才也都看到了 应该说来了7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家的展商 我们邀请到了保加利亚的大使 还有土耳其 意大利的驻华的使节 同时还邀请了国内知名的院士 专家学者以及行业内的一些知名的教授 本届布兰会在进行平衣玫瑰品种展示 玫瑰产品展销的同时 还设置了玫瑰产业论坛 平衣玫瑰产业工业油线路参观等内容 平衣在推动玫瑰产业的发展 玫瑰产业产业的发展 它会变成玫瑰的点心 糕点 会变成各种饮料 会变成各种精油 保健方面的物品 我觉得这方面我是过去没有想到 特色的一种产业 有势的真实产业来搞同 就产业要结合 一产 二产 三产 三产 融合发展的这样种趋势 帮忙了解到 作为中国玫瑰之乡 中国玫瑰之都 平衣县栽培玫瑰历史 距今已有1300多年 平衣玫瑰花大色艳 香气浓郁 花瓣数量多而厚 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因品质优异而飞升于世 持名中外 是中国传统玫瑰的典型代表 玫瑰花不仅是形色香 俱佳的园林观赏花木 同时是药石同源的特色功能型农产品 和香精香料工业的重要原料 目前平衣玫瑰栽培品种50余个 面积6万余亩 年产玫瑰鲜花类2万余吨 玫瑰产品涵盖8大系列130余种 畅销海内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 玫瑰鲜花里面的原液 乳 霜 精华类 这样的话就形成 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一个大礼包 也就形成一个大礼盒组合礼包 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 大伙将看到围绕平衣玫瑰产业 展开的一系列特色活动 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平衣玫瑰 了解济南 感谢观看